大家好 我是科技主婦Carol 来介绍一道料理室 我们常常在台菜餐厅里面吃的那个 和菜里面有一道海鲜羹 那因为我们家去外面吃到那个和菜的时候 很喜欢吃这道菜 后来我回来就来研究这道菜的做法 其实这道菜的不是什么很难的功夫菜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材料很丰富 所以堆叠出海鲜羹汤的鲜甜跟美味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是什么很麻烦的料理 但是材料是比一般我们要煮的汤的材料是更丰富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需要准备的是什么材料 什么做法咯 然后再自己去 水壳 把它剥开 萝卜 我们削皮 这个皮 这个皮要把厚一点的皮给削掉 这个萝卜才不会太出口 所以就是要削多一点的皮 然后放到滚水里面去做 准备萝卜丝 你也可以用切的方法 也可以自己用切的方法 但是我今天是用这个泡石刀 放到竹笋里面一起去煮 我们先把它煮 我们先把它烫熟 越细越好 一起放到锅子里面去煮 先把它烫熟 准备少许的里脊肉丝或者是梅花肉丝 然后一样加一点米酒 加一点米酒去腥 然后加少许的盐巴 少许的盐巴 再撒上少许的胡椒粉 让它比较嫩口 放上少许的太白粉 备用 煮笋煮得差不多软的时候 我们就转中小火 转中小火 然后把这个猪肉丝放下去烫 大概猪肉烫到7分熟就可以光火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 然后虾子准备一些虾仁 看你家喜欢吃的量的多少 我这边大概是准备8只 然后开背去腸泥 如果是自己剥的虾子的话 有个清洗方式就是用太白粉来清洗 先抓一抓 抓一抓之后 然后用水把它洗掉 这样子太白粉就会吸附这个虾仁的 比较脏 比较脏的那个杂质 然后我们可以清洗再一遍 顺便也会这样子的方法也会让虾子比较嫩口 抓一抓 好 嫩口 然后也比较干净 下次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 看你们家喜欢吃的海鲜的量 然后海鲜的部分呢 我还会再准备这个生鲜的小干杯 这个是在全联买的 这样一盒在冷冻库里面大概 大概约8 这边大概是写大概88块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拿来当做海鲜的菜 有蟹饺 蟹饺饺大约也是在全联冷冻库买的 大约是49块 这是我们使用的海鲜 那海鲜的部分我们先 倒上少许的米酒去腥 去腥味让它去浸泡 让它浸泡在米酒里面去腥味 这道菜准备的材料会比较多 但是因为主要是美味的话 它是用许多材料去做堆叠 才会好吃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做最重要的 汤头的部分 那我们加少许的油 我们加少许的油 起另外一个锅子 所以我们做这道菜要 要两个锅子 少许的油 先把蒜末放下去 这个蒜末大概三到四颗 把它切碎 然后爆香 以中小火去爆香它 发到有点 呈现金黄色的感觉 准备好的 泡好的 泡一些虾米 把它放进去 也是一起爆香 下少许的糖 下去 冰糖或一般的糖都可以 炒糖 炒糖的时候可以把火关掉 避免烧焦 让它糖融化 主要是让这道菜 加糖的话 主要是让这道菜不会过于死咸 如果糖融化差不多的时候 再开中小火 继续把它炒 炒糖 等到糖融化之后 加一瓢的 酱油 我们刚刚泡的香菇的水可以加下去 泡虾米的水可以加下去 可以再加水 然后把福渣捞起来 中药的秘诀就是加这个柴鱼片 那有少许的柴鱼片 泡好切实的香菇大约四到五朵 那我们也放下去熬 如果你的柴鱼片是比较粗的话 我是建议可以把它捞起来 这边汤滚了之后 把福渣捞起来 5到10分钟 刚刚我们先烫好的材料 就是有竹笋萝卜 杏鲍菇跟竹肉丝放下去 然后开始煮 然后开始煮 然后这是全联买的鱼板 然后因为一般台菜餐厅都会加这个鱼板 那我们也是把它切成丝 我们先切成片 如果你不喜欢鱼板 你也可以不要加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加 然后煮滚了之后 煮滚了之后 因为先前我们材料其实都已经烫熟了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放入鱼板 放入鱼板 刚刚切好的鱼板下去 其实这道菜其实真的不难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 在家煮的缺点就是 料太丰富 我常说在家煮的话 就是缺点就是料太多太丰富 因为大家在家的话 就想要吃料多味美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汤 会好喝的原因就是 主要是我们做的汤头 跟材料很丰富 然后这时候加一点白胡椒粉 我们有胡椒香 但是不要有胡椒辣就好了 少许 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少许的米酒 少许一点点的米酒就好了 然后再加少许的盐巴 少许的盐巴 我们现在准备一个太白粉加水 先勾芡 然后勾芡的浓度看你自己喜欢 喜欢浓稠一点或是 不要太浓稠 看你自己的口味去调整 先吃看看这样 那你觉得不够浓稠的时候 再继续加 这时候你可以再试一次味道 好 看看 这个味道有没有 这个味道有没有 因为你勾芡之后又 变比较淡 这时候可以再做加一点盐巴 或者是胡椒粉 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补一些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的话 我们就是要放海鲜 那放海鲜的话 我们一定要关最小火 要不然海鲜会过老 这样子是我们刚才都泡在酒里面去腥的海鲜 我们先放虾子 先放虾子 利用泡制的方式让海鲜 比较 不会很容易煮到过老 那海鲜的熟度 熟成度刚刚好的话是最好吃的 然后看到虾子有点转红的时候 再来我们就放 我们刚刚说的在群联买的 冷冻小干贝 就是刚刚我们洗干净泡过 泡过那个酒去腥 因为其实海鲜它本身有鲜味 我们不用再放盐巴 好 搅拌一下 目前虾子都还在慢慢的熟成中 有没有 大概到九分熟的时候 那九分熟的时候 我们就最后放入蟹角 因为蟹角最容易熟 大概九分熟我们就放入蟹角 不是什么功夫菜 但是就是材料很多 所以汤头 你的汤头如果把它制造出来 然后利用材料把它堆叠出来的话 会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美味 我们可以试吃一下 海鲜下去真的好美味 自己试吃看看 是不是要酌加盐巴去做调整 再来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 要加入乌醋 差不多快要好的时候 就是加入一汤匙的乌醋 至少要一汤匙 如果你喜欢醋味再重的话 你可以再加 所以你先放下去之后 再试看看味 加入香菜 香菜把它放下去 然后把它关火 这样子 十斤海鲜羹就完成咯 真的 我们今天的十斤海鲜羹 先来试吃一下 这个十斤海鲜羹 这个丰富十斤海鲜羹 这个虾子 它好熟度 很好吃 主要海鲜羹就是这个汤头 这个汤头 就是充满了海味 然后很材料很丰富 然后就是跟在餐厅吃的味道一样 如果你喜欢酸一点的话 你醋可以再多放一点 就是自己家人可以自己额外再做家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十斤海鲜羹 十斤海鲜羹就介绍这里 这是一道非常 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然后我们不用在餐厅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煮 甚至它也可以当做一道艳客菜 因为它的材料非常丰富 如果你艳客的话 客人会很开心 好我们今天的十斤海鲜羹就介绍在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